则蔡英文将近八年的执政 其他的不多 但是贪腐跟威权 已经超越了原来的以前国民党的威权 如果不再换掉这个政党 我们将会永远陷入在他们的政党利益 我们二十多年来都因为蓝绿 而让自己陷入了很多的困境 各位刚刚看到我们在 现在电视上的相关的影片 二十四年前出生的孩子 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 那一年要换掉那个威权的 所以大家投给了沉水扁 2008年 大家要换掉那个贪腐的沉水扁 所以我们投给了马英九 2016年 我们当时认为 我们要换掉那个无能的 所以我们又投给了蔡英文 蔡英文 2024年 将近八年的执政 其他的不多 但是贪腐跟威权 他已经超越了原来的 以前国民党的威权 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对人民生活的忽略 甚至只顾自己派系 跟政党利益的 这些种种的行为 令人发指 如果不再换掉这个政党 我们将会永远陷入 在他们的政党利益 还有在他们的 个人利益的情况之下 台湾人民的利益 被丢到脑后 所以这一次 是政党轮替 势必要走的路 那两个党都是非常老旧的 非常靠用他们自己的 原来的这些组织系统 在侵蚀这个国家的根基 只有柯文哲他没有包袱 他也不需要照顾 他底下的这么多 所谓的 各位有听过的牛鬼蛇神 他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放手的 大胆的去做 我们想做的改革 台湾有什么要改革 国会要改革 司法要改革 文官体制要改革 还有我们最严重的 我们现在的 各种不同的黑幕 各种不同的贪腐 这些要从根拔起 来自作者标准 传织 国会要改革 政府 对